蒋万安他自己也讲过 他说他的名字万安是蒋经国所取的 意思就是不能忘本 我们在刚刚节目一开始的一个商案里头 也有他自己的亲身的说法 他也是这么讲的 但是呢其他人就有不同的意见 像这是前国代黄鹏孝 他就说蒋经国的孙子辈应该是有字辈 比如说蒋有松啊蒋有长啊 这些他们都是有字辈 所以他认为蒋万安应该要叫做 张有安啊别忘了 因为之前蒋万安的爸爸他也是姓张 他是后来才改成姓蒋的 所以他才说他应该叫做张有安 别以为蒋经国死无对证可以乱掰一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其实关于这个蒋万安的这个绅士 或者是说他的爸爸张孝岩的绅士 到底他是不是所谓蒋经国的孙子 他爸爸是不是蒋经国的儿子呢 其实在这个资深媒体人黄青龙 他说他曾经到美国的时候呢 去看蒋经国的这个日记 他曾经有否认说 蒋孝岩也就是蒋万安的爸爸 跟张孝慈 都是不是这个亲生的儿子 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黄青龙他是说 在蒋经国他在日记写到 这是1954年10月30号的日记 他是说他梦见了网友祭春 然后跟他坐在一个大树下 再讲述一些梦境 然后说什么他知识片语都没有说 但是这个情境就很像在生前的时候一样 让他醒来之后 对以前的事情想了很久 然后他就说 他跟这个像这个 所谓的后安 季春跟季瑜 这些人都是蒋经国的好友 但是都已经先后都死去了 而这个季春为人忠厚 生姓朴素为最难得的一个干部 因为他以前是当过一个 在江西省的一个上榆县的县长 那个时候等于是蒋经国的一个属下 一个干部 他说他生前称谕张姓张女相视 而未婚生卵子 卵子就是双胞胎 然后在桂林生产 余成代为在医院做宝人 后来竟然有人误传 此卵子为余所生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只是做宝的 这个卵子这双胞胎 也就是蒋孝岩跟张孝慈 不是蒋经国所新生的 不过这样的说法 这个资深媒体人黄青龙 他是说他怀疑 这是蒋经国刻意说谎 然后呢他也说讲这个蒋孝岩 他其实在这个认主归宗的过程 也没有验过DNA 不过这边我要问一下宇翔 其实蒋孝岩他在这个认主归宗 其实他还是有验过DNA 对其实在讲蒋孝岩认主归宗之前 我还是觉得国民党真的是 有够蛮憾跟八股的 因为他们的这个要参选市长的候选人 竟然在参选之前要先去讲到说 他的名字是他阿公曲的 我觉得这很不可思议 因为他们重视的是下半身 对就是他要重视他那个血统 然后正统的这种地位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根本的 国民党跟民进党真的有非常大的差别 因为以民进党来讲 我们根本不需要去讲说 我自己的爸爸是谁 或者是我的阿公是谁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这一点真的 跟世界 跟那个现在的潮流已经是完全是 大大脱节了 那我们谈回来说那个蒋孝岩 当时他要去就是认主归宗这一段 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蒋孝岩 开始要要去认主归宗 那他的据他的说法 他是讲说在高中的时候 其实他在他小时候 那个邻居都会告诉他说 你的爸爸其实是蒋经国 然后你的妈妈是这个张亚若 那当时他就说不可能啊 我们的那个身份证上面 父母亲的栏位是张浩若跟季生 那这个张浩若就是他的舅舅 那季生是他的舅妈 那他那时候就这样讲 结果到了高中的时候 他的外婆告诉他说 你的爸爸其实就是蒋经国 而且你的妈妈张亚若 生前是很希望 因为他妈妈在他们兄弟俩 小时候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那所以他就说他生前的时候 最希望就是他必须要去认主归宗 那一定要回到蒋家 所以他在2000年的时候 就展开了这一段的寻亲跟寻耕之旅 那2000年他先回这个中国奉化 去蒋家那一边呢 那个四堂祭拜 那当时去祭拜的时候呢 他就是希望说 可以在法律上真正的 把他的身份证上面 爸爸改成蒋经国 妈妈改成张亚若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他必须要先去证明说 这个张浩若跟季生 不是他的亲生父母亲 可是当他那时候开始要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当时呢 这个张浩若已经过世了 只剩下祭生 而且祭生他也找不到他人在哪里 所以他就当时花了一大番功夫 那茫茫大海之中找了 很久找到美国的一个老旧的老人公寓 那在那个老人公寓里面找到季生 那当时有在那个老人公寓里面 找他去验DNA 所以刚刚这个建廷哥所说的验DNA 就是这份DNA 所以他验到这份DNA之后 证明说这个当时是张孝岩兄弟 跟季生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 所以有了这份证明之后呢 再来他就要必须证实说 他是蒋经国跟这个张亚若的 亲生的骨肉嘛 那他要怎么证明 因为两个人都已经过世了 所以他当时就找了蒋经国 最贴身的一个王生将军 虽然后来失事了 可是这个王生将军 当时替他写了一封证明书 就是说他的这个张孝岩先生 确实是蒋经国 先从蒋经国的亲生儿子 那亲生儿子 而且他的母亲是张亚若 那蒋孝岩呢 出生在广西的桂林市 而且包含他的出生 分年月日民国31年3月 那而且他们出生以后呢 这个他们兄弟俩的这个生活费 都是蒋经国先生提供的 而且这个蒋经国先生提供的生活费 还由王生将军拿给他的外婆 所以有了这份证明书之后呢 他又找到了当时他出生的那个医院 是这个桂林市的第二人民医院 那在以前呢是广西省立医院 这个医院也帮他开了一个出生证明 这个出生证明呢就是帮他证明说 是张亚若在1942年的3月1号 生下两个兄弟俩 所以他凭着这样一大段 他才最终最终在2002年的时候 12月12号在大安区的护证事务所 去拿到这个身份证 后面是蒋经国 爸爸是蒋经国 妈妈是张亚若 他才真正成为蒋家人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段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他为了要去找到他这个 认主归宗协同的这个过程 真的是非常的曲折 那现在他的儿子 为了要参选台北市长 所以在参选台北市长的过程当中 也必须要再去把这段历史拿出来 我是觉得 我还是回到一开始来讲 就是觉得说 这个根本上我还是觉得非常的讶异 因为坦白说这个故事 在大概是发生在我十岁的时候 那我当时我就觉得 怎么会有人就是为了要 去找到自己的这个根 然后必须要花费这么大一番功夫 对所以我觉得大概 这个部分 我觉得蒋万安 蒋万安他爸爸其实在过程当中 已经有说 已经有把这些事情说清楚了 对 新隆是我的那个以前的总编辑 他为什么会怀疑小蒋刻意说谎 原因是 你去看蒋介石的日记 蒋介石有个习惯 他会批阅蒋经国的日记 所以他蒋经国在里面写的时候 当然为什么要 因为他的爸爸会看的 然后在1954年那个时候 为什么敏感 是因为先面出了吴国珍事件 然后吴国珍是跟宋美龄 那所以太子党跟夫人派 开始要斗争 那时候吴国珍失事 太子党要起来 所以他日记一定要写的 不能给他爸爸看到说 怎么有两个孙子我不知道 所以他讲的这个怀疑说是刻意说谎 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也不知道这种家族里面 竟然日记哦 还要给爸爸批阅 爸爸批阅之后还会把心得写在他自己的日记里面 这在蒋介石的日记里面都很多 说金国今天做了什么 他的日记写了什么 所以这个东西 可是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在于是说 讲金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反共 革新保台 所以革新保台和反共这件事情 你讲万安说不出口 你就永远没有机会 让人家觉得你是足以代表蒋家